商务部发言人已就此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我要强调的是 家方此举无视客观事实 罔顾世贸规则 违背历史潮流 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做法 不仅破坏了中家的经贸关系 损害了家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也无助于家绿色转型的进程 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中方对此强烈补 坚决反对 补贴补不出产业竞争力 保护主义保护的是落后 失去的是未来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 依靠持续的技术创新 完善的长工链体系 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快速发展 这是比较优势和市场规律 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方敦促家方 尊重客观事实 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 不要将经贸问题正式化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